我们继续来看这个《使徒行传》 接下来大家都很熟悉的 首先我们看《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 这个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中心句子 也是整个教会时期的一个中心 那个主族 所以一开始耶稣跟他们说圣灵 要降在你们身上 我们知道这就是应许的圣灵 这个我们也知道应许的圣灵跟那个神是灵 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昏沉映映黑暗 神的灵应许在水面上 这个应许的圣灵跟那个灵 同样是神的灵 但是在救赎的过程里面是有差别的 就是呈现的是有差别的 这个应许的圣灵是约有书二章二十八节 那五旬节的时候才会降下 大家也知道在五旬节之前应许的圣灵是存在的 不是说没有 但是还没有降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第一天有讲 教会有它的先存性 有三个特性 先存性 那这个也有它的历史性 这三个性要连在一起 好像以弗所述四章讲神是超越的 也是贯乎众人之中的 也是住在众人之内的 三个要全部连在一起 应许圣灵讲下 这是决定性的一个时刻 那在主耶稣讲完之后 后来第二章 第一节到 第十一节就应许了 他们就得到了应许了 那接下来呢 这是从神来的 那是应许的圣灵是降在你们 你们身上 这你们就是使徒 我们看第三节 他受害之后 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 事是天之久 向他们显现 所以这是讲使徒 那他们在问 你以色列复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你复兴以色列的国在这个时候吗 那主耶稣不回答他的问题 那告诉他们说你们该做什么 但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必得着能力 所以这是人 十五时代的人 就是他们 那接下来呢 是有阶段性的 从耶路撒冷 然后呢 犹太前地和撒玛利亚 然后呢 直到地底 直到地底是一个过程 在这是 耶路撒冷 然后呢 犹太前地 然后呢 一直 直到 这是一个过程 到地底 那我们从这个来看 整个的史乎新传 第一个我们先来看圣灵 第一次应验在这里 讲圣灵的 在这里出了十二使徒 除了十二使徒之外 还有一些人 他们都一百 差不多一百二十个 这是基础 那这个圣灵是应许的圣灵 在还没有降下圣灵 应许圣灵之前 这些门徒有没有被 神的灵感动 有啊 这是两回事 所以保罗讲 如果你没有神的灵感动 你不会称耶稣是主的 你不会啦 旧约很多人被圣灵感动 甚至旧约里面也有人被 所谓的圣灵充满 然后呢 很有能力 做一些巧匠的工作 这个我们知道的 但是现在要讲的是 应许的圣灵 这个应许的圣灵 是五玄解之后才有的 那这个就成为使徒时代的一个统序 那第二章我们来看 第三十一节 三十二节 三十三节 好我们念三十三节好了 三十三节来 这个我们都很熟悉的 这个就是应许的圣灵 可以看见 可以听见 而不是说 你洗礼就有啦 在你心里啦 安静啦 这个都不对 别人看得见 听得见 那并且呢 这里的人可以得到 远处的人也可以得到 你可以得到 你的儿女下一代也会得到 那第二章完了之后 我们看 以圣灵为主的 我们看第八章 在第八章里面 就是十四节到十七节 当然我用这样的比喻 不知道对不对 但是 奥林匹克运动会 那不是有那圣火吗 一定是西西那边点的嘛 那不能灭掉 那那个不能灭掉 从这里引到那里去 那我们看这里到这里 从第二章到第八章 第十四节 圣灵呢 我们看第八章 第十四节 那他们为什么去哪里呢 第十五节 这一节 这一节好像 在我们正书教会 从来没有发生过 这种事情 很少 为什么 菲利他去传福音 他也去洗礼 神迹其实很多 但是一个人得圣灵 都没有 是不是他搞错了 是不是 菲利有没有得到圣灵 应该有啊 但是 他传的一个人都没有 比如是整地区的 要从 那个 耶路撒冷 两个使徒来 按手 圣灵才来 我是认为这是一种 就 刚刚我们看到 succession 用统绪 因为使徒时代的使徒是很特殊的 星期天我们会专门讲使徒 在那个时候的使徒 所以使徒把这个 你看传到这里来 没有圣灵 他们也是奉耶稣的名习礼 十七节 于是使徒按锁在他们 而他们就受了圣灵 所以在时代里面 你会看到很清楚的灵同 一个转介 so you will see in x chapter 7 x there is this 灵同 那现在 要直到地级 灵同 这是spiritual the succession of the Holy Spirit or the promise of the Holy Spirit 这是应许圣灵的那个统绪 那现在 从一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now we see moving from Jerusalem to Judea and Samaria 我们看第十章 chapter 10 第十章44到48 10 verse 44 to 48 这个是要 要越过这个 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就是一半一半嘛 撒玛利亚就是 犹太人跟外邦人mixed 要直到地级一定要突破 这个犹太人这个关卡 no to go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they have to bypass Samaria because Samaria is mixed the people there mix they are half Jews half Gentiles 这里要有一个准备的过程 so there has to be a process of preparation 它的关键点在哪里 what is the key or the crux of 在割离 撒玛利亚有没有受割离 撒玛利亚有没有受割离 应该会有 因为他们是守摩西五经的 because they keep the five books of Moses 对 他们还有撒玛利亚五经 现在还留着 there are now is still the five books of Moses which belong to Samaria 所以现在还有所谓的撒玛利亚教 他们是在摩西五经已经完成之后 他们分离出去的 所以那些先知书 他们就没有再要了 所以他们是守摩西五经的 耶稣谈到那个撒玛利亚富人 他也知道说有一个先知要来 那是生命纪十八章那里 他们也知道 要突破这个很难 使徒排第一的圣经里面说 他为首的 是必来去打的 so in the bible it says that it's Peter who went to break this 好像破冰之旅 just like you're the icebreaker you're breaking the ice 三次异象 两边都谈好 那边的看异象 这边的看异象 match起来 on both sides there were visions given and they matched together 这个在 对这个相当难的 this is very difficult 好 他去了 我们知道 他又带了六个去 他也知道 不简单 虽然他是使徒的头 he was the foremost of the head of the disciples 但是这些犹太人头脑很硬 他们以为除了他之外 耶稣已经来了 他们还是跳不过 他就带六个去 连他就七个了 他带去的人 不是四千多讲好 你看第四十四节 他讲话的时候 圣灵降下了 四十五节 那些奉割离和彼得同来的信徒 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关在外邦人身上 就欢喜快乐赞美神 我念错了 应该这样才对啊 我念的应该才正常嘛 对不对 你看到人家那个 听到圣灵降下 你不欢喜快乐赞美神 但是他们不是啊 他们稀奇奇怪 你现在你会不会感觉奇怪啊 不会啊 你感到高兴啊 他们感觉奇怪 所以他们是头脑挡不开的 但是呢 又听见他们说谎言 跟他们一样啊 彼得后来讲 你看他得色你跟他们一样啊 Pieter later on said that He has received the Holy Spirit just as we have 这里也告诉我们哦 应许的圣灵只有一样 没有两样 使徒出来就是这样子哦 这一书教会也是一样 所以这里是使徒去跟他们按手 他们得圣灵 当然要一样 如果不一样的话 彼得就说 你们怎么跟我们不一样 不可能啊 那也就多得圣灵嘛 所以应该是一样 也一样 到外邦也一样 在那时 这个是可以普遍的 并且可以一代 传过一代的 所以从使徒他们开始 撒玛利亚时代是他们去按手的 这是盖撒利亚 盖撒利亚已经超过了巴勒斯坦了 已经在蓄移了 已经进到外邦的世界了 但是这是一个破船 破冰的一个开始 是一个家而已 好 接下来 到了那个 以弗所 我们看十九章 这个我们也知道 你们信的时候 受的圣灵没有 信的时候 圣灵没有 他问他们嘛 他们没有 他们只是受了 十七月份的洗 所以来再洗洗一次 然后按耍得圣灵 他们他们被被分裂了 他们被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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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以弗所 是使徒时代 如果以 那个 以使徒时代的 宣道来讲 就是使徒的教会 就是使徒时代教会的宣道 以弗所时代过了之后 就已经结束了 让你吓一跳 没有关系 我们再去看看 这个是一个分水岭 分什么呢 是分开 分开什么 分开 从这里开始 都是以犹太会堂为主的宣道 在第一个时期里面 在第一个时期里面 使徒都在哪里 在殿里 殿中或是家里 这个殿是公共场所 如果用新加坡 好像你们的国会 你们有没有公共的崇拜的地方 国家公园 这个是整个他们 犹太人 那个是崇拜的地方 当然他们去不是进到圣所至圣所那个 进不去啊 被打死了 而是在外面 就是这个圣所至圣所外面 他们有 比如说 那个院子 那还有一些篮子 储藏室 或是奖金室 他们是在那里 他们把这个公共场所当成他们的 私人的聚会的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怕他们 我们来看第二章第43节 众人多惧怕 因为他们太厉害了 其实讲错了 他们实在不厉害 圣灵大大工作 那神的一直加给他们百姓 我们再看第五章 第十二节 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 他们就是信的人 都同心合一在所罗门的廊下 这是圣殿里面的一个聚会的地方 其的人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 那百姓尊重他们 要不是你来信 要不然你就要躲得远远的 这种时代我们还没遇到 如果遇到的话 你走其路来实在是很感谢神 要不是来信 不然你就要跑得远远的 所以使徒时代的开始 你看这个灵桶 一直到这里 当然会继续下去 这个属灵的灵桶有没有改变 不会改变 这是 十五时代的开始 是以圣灵为开始 那我们继续再来看 那你这个有圣灵就有能力 那在十五时代里面 有两个人代表着 这个十五时代 一个就是彼得嘛 所以你看在第五章的时候 第五章十二到十六节 这是圣灵人力的 这是总集合的报导 这是彼得嘛 这是彼得 这是彼得 那报导是什么 这个大家都也很知道 彼得的影子 根本不用按手 走过去如果有影子照到都好 这正方便 有时候我们按手按了半天 这是一个总结的一个报道 你看十五节 甚至有人将病人抬来到街上 放在床上或路上 指望彼得走过去 他可能要去shopping 要去买一个苹果 或者得他的影儿 照他在什么人身上 还有人带病来 都被鬼捂着 从耶路撒冷视为的诚意来 全都得了一致 这是圣灵能力 那这个我们看十九章 十九章快要结束了 其实第五章 使徒第一阶段也快要结束了 使徒时代的第一个阶段 很完全的阶段到第五章 就快要结束 第六章一开始 你可以看得到就怎么样 已经过去了 十九章 如果从第十八节 到十二节 这是保罗 我们也知道保罗最后是什么 看十一节 神借保罗的手 行了非常的歧视 不是他去按手 也不是影子 从保罗身上拿手巾为裙 手巾应该买便宜就好 你买他一百条就可以发很多了 你买他一百条就可以发很多了 You can buy a cheap handkerchief and you can buy a hundred handkerchiefs and distribute them 彼得的影子就一个 人不去影子可以带去吗 不行 怎么样 人不去影子可以到吗 所以这是两个神迹的最高峰 第六章之后 我们就知道 一路上的时代已经过去 and then by this time at chapter 5 we know that the period of the apostolic church in Jerusalem has ended 两个高峰 从十九章之后 我们来看十九章 刚刚刚第八节 这是第三次保罗出去宣道 this is the third missionary journey of Paul 他首先去的是去哪里 firstly where did he go to 也是去那个 synagogue he went to the synagogue 也就是那个什么 Ada 他在这边放谈讲道 辩论神果的事 炫化人 这次跟以前都不一样 这是刚硬不信 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 所以这里是一个象征性的 一个有属灵意义的一个动作 第一个 宝佛就离开他们 firstly Paul left them 那个十五行传十八章第八节 这是在新约圣经里面的 最后一次的敬会堂 now in chapter 18 verse 8 it tells us of the last time in which Paul entered the synagogue 或是说使徒 或是说信耶稣的人 the last time in which a believer would enter into the synagogue 从保罗第一次出来宣道的时候 the first time Paul came out to preach 你看第十三章 you look at chapter 13 他一出来就是大会堂 chapter 13 the first thing he did when he went to preach was to enter a synagogue 你看第十三章四节 他被圣灵拆遣了 去到那个塞浦路斯 然后呢第五节 到了一个那个沙拉米 然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 就在犹太人各会堂传讲神的道 他讲道是去那个犹太会堂 这个是一贯性的 第一次这样子 第二次宣道也是这样 现在第三次也是这样子 但是八节是最后一次 保罗跟他们隔绝 不只是他隔绝 并且以现在来讲的话 那个联络处就发公文 给所有的教会信徒 从此不可以再去他们那边 没有了这是我自己讲的 圣经没有这样写 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 分离啦 保罗自己离开 也叫门徒分离 他们有没有会堂啊 没有啊 有没有家可以聚会啊 也没有啊 只好去哪里 在一个推拉努的学房 they went to the school of Tyranes Tyranes是什么 英文Tyranes是什么 Tyranes英文呢 不知道 这个字是 暴君 是不是 知道吗 如果暴君 她的一个学房 academy 所以使徒是从什么开始的 真正的自己开始 是从神训班开始 但是这神训班开多久 开两年 两年 变是天天 两年之久 那这样一来呢 那功效很大 保罗在以赴索三年 两年 他在那边开训练班 现在神学院是三年半 可能也读不到两年的书吧 因为你还要寒暑假 还要放假 所以以后 如果新加坡开神学院的话 要天天 啊两年 那取个名字叫什么 推拉鲁学坊 推拉鲁学坊是暴君的名 Tyranes 对不对 Tyranes comes from or it's related to the word tyrant 这不讲理的 是不是 这个字 你知道英文有这个字吗 有没有 有啊 你说你不知道 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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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要想到 推拉鲁的意思就是 英文跟英文一样的是什么 台乱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 暴君暴力 所以如果神讯班的学生 你感觉很严 也应该的 还没有台乱 你们的传道对你们太好了 他像吗像台乱吗 不像 不像 他很温暖 他说如果你肚子饿了 要去买宵夜 替传道买一份 你看 这个书 你有这样讲吗 对不对 有啊你们都听 我听得很温馨 他的效果怎么样 第十节 他的效果是这样 神迹是这样子 这是高峰 好来 请念一下 犹太人 现在西利尼人 也都听见 主得到了 在当时的世界里面 罗马人是代表的政治的权利 如果讲智慧 文明 高尚 就是西利尼人 西利尼人已经出来了 这个宣道不久就会停止 我们看主耶稣 这是另外一个 topic 就是圣经中的希腊人 不是现在的希腊人 在古诗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 Look at John chapter 12 那四二章的二十节 John chapter 12 verse 20 那一直到最后 这一段 John 12 verse 20 这是主耶稣要 应该说要说 对外面 所以我们如果开店的人 就要关门了嘛 要关门 就是打烊 这是打烊的一段话 我们知道 你把店门关起来打烊 其实是里面还要做很多东西的 清扫啊 整理东西啊 就是内部的啦 十二章 十三章之后是内部的 就跟门徒的 就对外已经不营业啦 如果用那个这样来想 就是 约翰福音如果用这样来想的话 在十三章是对应的 对应的 我们继续 是对应的 对应的 我们在继续 和我一段时间的 在射到 但我仗说 这些接受的 对应的 对应的 这是 对应的 对应的 但是 那些人说 对应的 对应的 这是对应的 十三章是对内的 已经关门了 对外关门了 十三章 洗门徒的脚 不是对外人的 不公开的 关门 那二十节之后 你会看到一种人出现 来过节当中 有几个希腊人 他们要求见耶稣 他们就跟费利说 那费利每次都会告诉安德烈 他们同乡 都一样讲潮州话 一般是这样 他们就一起去 告诉耶稣 他们告诉耶稣说 希腊人要见你 结果是怎么样 耶稣的回应是什么 耶稣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你可以想一想 耶稣说 是一个时段 以人来讲 那耶稣就收兵了 就关门了 就对里面了 所以在使徒时代 到希腊人来啦 以人来讲 那接下来 徒时代还要再走的 我们看那个 第二十一节 十九章二十一节 这些事完了 保罗心里就定义要经过 马其顿 雅盖亚 往伊路上人去 又说我到那里 以后我必须 往罗马去看看 这个必须就 不得不的 我们也知道希腊人就是得 你得去 中文的得 你一定要不去不行 因为这是内定的 得去 得了 一定要 那他的终点是在哪里 罗马 当时的帝国的首都罗马 所以使徒新传 就是使徒时代 是停在罗马 并且整个的 就是使徒教会的 结束也是在罗马 如果以这个来讲的话 其实罗马是在哪里 对保来讲 罗马只是 还要往地局 就是西班牙的路上而已 他当时以为是西班牙 在讲教会历史的时候 其实 我如果现在讲教会历史 比较偏重就讲 讲这个历史 从这里 讲到先说教会 这才是教会 那其他的基督教的 那个历史是参考 先发书给你 你就读一读 然后做 做功课 然后先教 那个 那个什么 先教大纲 你写的先教 差不多 比如说我在一个地方教 就是这样子 so what happens is that 那当然如果有人就继续讲 后来有说他又出来 又到西班牙 那都是传说 从圣经来讲 见识史福行传 见识圣灵行传 他已经停了 你还继续讲 你那么厉害 所以以后说 他又到西班牙 又回来 又到最后 怎么样被杀了 这都是 这不重要的 我们的圣经也没有 那讲也当然是OK 但是把它当成真理来讲的话 就不一定需要 也不是说不能讲 但是不是绝对需要 I'm not saying that you cannot speak about this at all but it is not necessary when we talk about the truth 以伏守之后 After Ephesus 就所谓的神的教会 以伏守之后 就是教会 跟会堂 就完全分开 We see there is a complet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synagogue 那个十九章八节 Chapter 19 verse 8 使徒最后一次进犹太会堂 The last time the apostles entered into the synagogue 后来你有出现这个会堂 但是已经是回忆了 保罗说 我以前在他们犹太会堂 就不是他有在那里面工作 那这个分开之后呢 这个犹太的会堂 Jewish synagogue 来 借两分钟 下一次还给你 那个十五星传第二章 来 第九节 你念一下 Act chapter 2, verse 9 Pratians and Medes and Elamites, those dwelling in Mesopotamia, Judea and Cappadoes 启示录第二章 是 Pontus and Asia 第九节 启示录二章九节,我刚讲什么? Revelations 2, verse 9 好 Revelations 2, verse 9 I know your works, tribulation and poverty, but you are rich And I know the blasphemy of those who say they are Jews and are not, but are a synagogue of Satan 所以这里的会堂变成什么? 撒旦的会堂 Becoming, it becomes a synagogue of Satan 好,二九,那三九也一样 3, verse 9 is the same 来,请念一下 3, verse 9 We see, indeed I will make those of the synagogue of Satan who say they are Jews and are not 所以 所以 犹太的Synagoge变成什么? Synagoge of Satan What does the synagogue of the Jews become? It becomes the synagogue of Satan 所以 完全分开了 There is a total separation 所以 不要再讲 什么犹太教或是什么东西 好,我们看过这样子 来,我们一起祷告 Let's pray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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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